人间修行录 星云大师解析四种真正的无上享受 在这期人间修行录 我们荣幸地分享星云大师的智慧 讨论如何超越物质和名利 寻找真正的快乐 大师指出 真正的享受不在于财富 名声或物质 而是在于心灵的平静 知识的追求 无欲的状态 以及慷慨的施舍 通过这篇文章 我们希望能启发观众们 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 追求更深层次的满足和幸福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您的感想 一起参与传播佛法的善举 请记得点赞 订阅并分享这个视频 让更多人得以受益 四种真正的无上享受 每个人都希望能舒服地享受精神 或物质上所得到的种种 有的人希望享受富贵荣华 有的人喜欢享受天伦之乐 有的人喜欢享受清闲 安静 有的人享受读书 做事的乐趣 世间可以享受的东西有许多 要知道享受的真意 才能提高享受的品质 在此 有四点意见贡献给大家 第一 享受健康 不如享受平安 在现代如此不安全 不健康的环境中 能拥有健康的身体 是很大的福报 能享受健康固然很好 但更要享受平安 一个人有健康的身体 如果心中不安宁 有太多的挂碍 恐慌 畏惧 或是颠倒妄想 那也算不得真正的健康 因此 身体健康很重要 心灵的平安更重要 第二 享受财富 不如享受书香 有的人注重财富的积聚 没开眼笑 看着存折里逐渐增加的数字 觉得是最大的享受 能有财富当然很好 但不如享受书香 有财富 可以买到鱼肉 却不一定买得到食欲 可以买书 却无法买到气质 可以召来酒肉朋友 却买不到直交 可以买上好的床 却买不到睡眠 财富不一定能够提供享受 拥有真理 知识 智能 才是最大的享受 第三 享受名利 不如享受无求 有的人对名利的需要很殷切 渴望获得名利 荣耀 他人的恭维赞美等等 其实真正的享受 享受无求 所谓有求皆苦 无欲则刚 心中没有欲望 什么都不求 能看透功名富贵 名誉利乐的不真实 什么都不求 才是真享受 第四 享受求得 不如享受施舍 有的人喜欢享受得到的快乐 买了彩券中奖了 乐不可知 股票涨了 欢天喜地 得到别人的赞美 心花怒放 得到这些当然是享受 不过快乐莫过于享受施舍 我们说舍的 舍的 有舍就有得 不失给人 看到他人快乐 我们会更快乐 所以说施比寿更有福 能够不失 比得到 拥有更是富贵 更有功德 我们都希望自己能享受人生 在此提出四点真正的无上享受 但愿大家都能了解此中深意 第一 享受健康 不如享受平安 第二 享受财富 不如享受书香 第三 享受名利 不如享受无求 第四 享受求得 不如享受施舍 感谢大家观看人间修行录 我们希望通过分享星云大师的教会 让观众们找到内心的平静和真正的快乐 愿以此法不失的功德 回向给我已故的母亲 请佛菩萨慈悲做主 超把我已故的母亲 令她业障消除 离苦得乐 往生净土 再次感谢您的观看与支持 愿大家都能在修行的路上 找到真正的快乐和平静